无愧的工人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做无愧的工人 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又到了今天的无愧工人的节目时间了 欢迎你的收听 今天是我们来思想牧养工作的第三讲了 那我们讲过耶稣拣选和设立了一些人 在教会负起牧养的责任 发挥牧养羊群的功能 那这是以夫所书的第四章十二节 所讲的五种执事当中的其中一种 我们看以夫所书的第四章十二和十三节吧 圣经这样说 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在过去我们讲到牧养 基本上是一种个别的关系 就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关系 同时包含了喂养和管理 其实除了这些以外 圣经也明文的讲到对牧者的要求 牧人的责任到底是什么呢 那今天就让我们来继续思想 关于牧人该负的责任 那记得上一回我们提到了 有三段经文是我们要看的 我们已经读过了其中的一处了 那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的一部分 从约翰福音的第十章里头 我们可以看见牧人的责任就是 第一个别的认识羊 第二让每只羊都认识他 第三按照名字叫他们 第四引导他们 牧人不需要赶着羊走啊 他只要走在羊的前头 那么羊就会跟从他了 因为认得牧人的声音 而牧人又一致一致的叫唤他们 第五呢 为羊预备适合的草肠 也就是那个放牧的场地了 第六保护他们不受强盗的强掠 第七为羊舍命 好我们继续来谈谈其他两段的经文了 那分别就是诗篇的二十三篇 第一节到第四节 还有以西节书的三十四章的一到三十一节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不能够把这些经文全部都来读一遍 只能够抽其中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来读一读 然后从其中呢 我们列出牧人所要尽的一些责任 好我们先来看看诗篇二十三篇 一到四节 经文这样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异路 我虽然行过死印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 你的肝 都安慰我 而以西节书的三十四章呢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就只看第二 第四 第五 十五 十六 和三十一节 那圣经是这样说的 人子啊 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 攻击他们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祸在以色列的牧人 只知牧养自己 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 瘦弱的 你们没有养状 有病的 你们没有医治 受伤的 你们没有缠果 被逐的 你们没有领回 食丧的 你们没有寻找 但用强暴 严严的挟制 因无牧人 羊就分散 既分散 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 主耶和华说 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 使他们得以躺卧 食丧的 我必寻找 被逐的 我必领回 受伤的 我必缠果 有病的 我必医治 只是肥的 壮的 我必除灭 也要秉公牧养他们 你们做我的羊 我草肠上的羊 乃是以色列人 我也是你们的神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 现在我们要从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来看一看牧人的责任 诗篇二十三篇里头 神是一个标准的牧者呀 他所负起的责任有第一 公给羊群足够的需要 大卫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致缺乏 每一样的需要 神都已经预备周详了 因为他是我的牧者 那第二 引导羊群 行走异路 那留意了 牧人是走在前面 做领路的 第三 领他们到青草地 西水旁 这是牧人的责任 他决定了羊所需要的一切的饮食 吃什么 喝什么 都由牧人一手负责了 确保羊群 他们能够生长健壮 第四 和他们一同 行经死印的幽谷 这是十分重要的了 人一生所走的道路 必然会有崎岖显主啊 当我们行过死印的幽谷的时候 我们最需要的 不是录音带收音机 那是有人陪伴着我们 第五 提供纪律 那注意了 提供纪律 这里提到账和肝 大卫说 你的账 你的肝 都安慰我 账是为了管教用的 肝 人是为了安慰的 这两样都是需要的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 以西结书的三十四章了 这里讲到一连串 以色列的牧人 所没有做的事 那这是没有做的事 神以极其严肃的口气责备他们 神说 因为他们失职 所以他要夺回他们的羊 使他们不再牧放群羊了 那么神要求他们做什么呢 第一 医治有病的 第二 养壮瘦弱的 第三 禅国受伤的 第四 领回被赶逐的 第五 寻找食丧的 然而 因为以色列的牧人 没有做的这些 所以神就要审判他们 夺回他们的羊 所以 凡以自己为牧者的 在神的面前 都要负起极重的责任 因为他向羊群所行的一切 神都必定要追讨 审问的 那另外我们要留意 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 第七节那儿所说的 我就是羊圈的门 那然后他才说 我是好牧人 人怎么能够成为门呢 又成为好牧人呢 那原来耶稣 他的意思就是说啊 说他自己是门 是指着他被定死的 那个事情说的 而他从死里复活之后 就成为了牧者 那就是说啊 他必须首先舍了自己 然后再成为羊的牧人 那希伯来书的是三章二十节那儿说 但愿赐平安的神 就是那瓶踊跃的血 使群羊的大牧人 我主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神 那你看呢 复活的主是群羊的大牧人 其实这个原则也适用于教会的牧者身上的 每一个真正的牧者 都必须首先要舍去自己 才能够做牧人的 牧人必须先成为死人 先经历死 舍去自己 然后神才会提升他 使他做群羊的牧人 耶稣做牧人是完全的 他是今天要做牧者的人的一个最好的榜样 耶稣怎么样舍去自己 成为让人可以进到羊圈里的门呢 那今天做牧者的 也要牺牲自己 使人可以借着他 进到神的面前来 认识神 接受神 其实我们只是按着主的心意 去为他放牧羊群 真正的牧者 乃是主耶稣自己 好 最后我们必须要紧紧的记住 我们所带领的羊 是属于主的 是神的儿女 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财产 我们应该向主忠心 向主负责任 按照主所吩咐的去做 而不是要求羊 服从我们的教训 因为羊不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要帮助我们的羊 听从那位大牧者 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声音 好了 我们看过了圣经要求牧人 所负的责任之后 接着下来 我们要从圣经当中 来看看羊群了 那就是那些被牧养的人 应该有的责任 和有什么回应 那到底被带领的羊群 和他们的牧者 应该有怎么样的关系呢 不过 在探讨这个题目之前呢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圣经常常提到的几个词 特别是在牧养的工作上的几个角色 到底他们所包含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中文圣经是翻译过来的 在意义的表达上 可能不够原文那么完整了 所以我们要回到原来的希腊文里头来看一看 去发掘它原来的意思 当我们讲到教会牧养的事工的时候 有三个名词呢 是我们常常会提到 或者会用到的 头一个就是牧人 这个词的意思我们已经看过了 不过在中文圣经当中 常常会把它翻译作是牧者 或者是牧师 以分所书的第四章十一节 就是把它翻译作牧师的 这其实就是牧人这个词了 第二个就是监督是负责监管和督察的 第三个是长老 是保罗书信当中常常提到的 那不过由于中文圣经是翻译过来而写成的 所以在不同的地方呢 可能会有不同的翻译的方法了 我们就要看看它原来的用词到底是什么 这样呢可以确定它真正的意思了 到底牧者监督和长老三者之间呢 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三个词都是用来形容同一个人的 它只是表现了一个人的三种不同的职责 和所扮演的角色 牧养是工作 监督是责任 而长老就是资格 那我再说一遍 牧养是工作 监督是责任 长老是资格 透过以下的几处的经文呢 我相信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这三种角色的不同的 好 我们就先来看看 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十七节吧 圣经这么说 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赴索去 请教会的长老来 那你要留意了 这里说的是长老 然后我们看同一章的第二十八节 这是保罗对这些长老所说的话 保罗说 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 牧养神的教会 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 那在这里呢 保罗称他们为监督了 并且把牧养神的羊群的责任 交给了他们 那由此可见呢 这不是三类不同的人啊 那是同一班人所占的三个不同的岗位 可能说是不同的角色也可以吧 三个不同的称呼 也代表了三种不同的责任了 在提多书第一章的第五节和第七节 保罗对提多说 我从前留你在哥里底 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 又照我所吩咐你的 在各城设立长老 那然后保罗就讲到了 做长老所要具备的资格了 第七节就说了 监督既是神的管家 必须无可指责等等了 那么换句话说 保罗是交替的用长老和监督 这两组词去讲同一类的人 他设立长老 长老是什么人呢 他们就是监督 必须是无可指责的 好 跟着我们来看看彼得前书第五章 一到二节 彼得说 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 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 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座长老的人 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 牧养就是我们以前已经看过的牧人的工作了 他们是要负习监察羊群的工作的 所以职责就是监督 所以同一个人 神的一个工人 是可以同时兼有长老牧者和监督三个不同的身份的 或者说我们可以统称他们是牧师 那么羊群对这些牧养他们 监督他们的牧者 长老监督 应该有什么态度呢 根据圣经的教导 所有信徒都必须服从牧者的监管和治理 那我再说一遍 所有信徒都必须服从牧者的监管和治理 在帖撒诺利家前书第五章十二节圣经说 弟兄们 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 劳苦的意思就是非常的辛劳了 这正好配合牧人的身份了 因为牧人为了照顾羊群的缘故 经常在工作上那都是非常辛劳的 保罗说 弟兄们 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 那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 劝戒你们的 这里讲到不单是治理 那更是劝戒 指出羊群的错处 那下面十三节就说了 又因他们所做的功 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 那你注意这个地方说 所做的功 就是指十二节所说的劝戒的工作 保罗写信给帖萨诺利加教会 要他们知道该用怎么样的态度 去对待那些牧养他们的人了 好 我们来看看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七节 圣经这样说 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 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 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 更当如此 这里说啊 长老是管理教会的 西伯来书的是三章第七节那说 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 你们要想念他们 效法他们的信心 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 西伯来书的作者是假定他们已经知道 谁是带领和引导他们的人了 那么谁是那些可以领导神子民的人呢 这下经文有非常清楚的说明了 就是那些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 这些人必须是传讲神的真道的 并不是讲人的理论 或者一些自己的什么新的神学 还有他们是有信心的 他们绝对不能够顺服那些不信神 又不传讲神话语的人 千万不可随从没有信心的人 那下面还有一句 就是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 他们的一生怎么样呢 结局怎么样呢 第八节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那根据经文所说啊 引导羊群的人必须具备三个资格了 第一 必须要传讲神的话语 第二 必须在信心上做我们的榜样 第三 要引导我们向着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 对这样的领导者 圣经只有一个要求啊 那就是要我们服从 因为神给这样的人有属灵的权柄 是我们应该要服从的 耶稣在马可福音的第十章 四十二到四十四节 对门都说 耶稣叫他们来 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 治理他们 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 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 我相信你已经明白了 这是一个非常具革命性的国度啊 统治者竟然是奴仆啊 这可以说是神国度的一个特色 凡要为首领统治人的 就必须先做奴仆 看看我们的大牧者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他也曾经说过 他来不是要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 这就是牧者的最高的模范榜样了 希伯来书的十三章 十七节那说 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 且要顺服 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 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 啊 原来一般领导我们的 他们将来要在神的面前交账啊 这是十分严肃的一个时刻 所以我们要顺服他们 依从他们 然而我们也必须要认清楚 他们是不是确实有神所要求的资格 可以做我们的领导者 这是十分重要的 否则的话 就会跟从到错误的一些 啊 谬误之中去了 就跟随一些 不是神的用人 不是神的工人 当中去了 那这就是非常危险的 因此 作为牧者的 必须对神所交给他的职份 要忠心负责 而作为信徒的 既然认清楚了谁是引导他们的 就要顺服 依从 那这样呢 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的 好 现在我们再回到牧者对羊群的态度来 当我们说牧者或者领导者的时候 我们所指的是一群牧者 而不是一个牧者 那就是说啊 圣经当中讲到牧者这个词呢 是众数的 而不是单数的 信任圣经从来没有用单数的词去形容牧者的 总是用众数的 那比方说 从前引导你们 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 你们要想念他们 效法他们的信心 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 还有啊 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 且要顺服 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 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 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 你看到了吧 经文当中总是用他们 而没有用他的 这是做牧养工作的一个特色 是一同的配搭 一同的侍奉的 好 我们再多看几处的经文吧 看看圣经是怎么样 横长的用众数来表达教会的领导 首先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的十一章 看三十节 圣经家说 他们就这样行 把捐相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 十四章三十二十三节 十四章二十三节 经文说 二人在各教会中选利了长老 又进食祷告 就把他们交给所信的主 任何教会都不只有一个长老 那是有众多的长老的 使徒行传的十五章 更多提到了这个观念了 第二节 讲到保罗和巴拿巴 连同教会当中的几个人 经文说 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 见使徒和长老 这里所说的使徒和长老啊 都是众数的 第四节 说到 到了耶路撒冷 教会和使徒并长老 都接待他们 而第六节就说 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 二十二节说 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 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 二十三节说 于是写信交付他们 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 问安提阿 叙利亚 基利加 外邦众弟兄的安 这里同一章的许多经节当中啊 都是以众数来讲到使徒和长老的 没有一次是用单数的 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十七节又说 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 往以伏索去 请教会的长老来 二十八节说 圣灵力你们做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 也为全群谨慎 这两家经文所讲的长老和监督啊 都是众数的 好 我们再来看看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十八节 经文说 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 长老们也都在那里 然后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一节 保罗向腓立比的教会请安 他说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泰 写信给繁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 诸位执事 这个地方提到众圣徒 诸位监督 诸位执事 这三个词啊 全部都是众数出现的 那还有啊 提多书的第一章第五节说 我从前留你在隔离底 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 要照我所吩咐你的 在各城设立长老 《十读行传》的十四章二十三节讲到 在各教会中选立长老 现在提多书第一章第五节说 在各城设立长老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 城和教会在新约时代是同时存在的 雅各书的第五章十四节那说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 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不是找医生来 而是找教会的长老来 这长老也是众数的词啊 可见当时他们的城市生活和教会生活 是息息相关的 好了 刚才我们看了这么多的经文呢 都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信息 他们都是众数的 领导都是众数的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我再次提醒你 我为了准备的一本小册子 叫圣经自修课程 这是免费送给你的 欢迎来信索取 来信的时候 写清楚我们电台的地址 你写给我夜光明收就可以了 好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